情愚、雅裔、越南乘客遭到美联航要求航警暴力的脱下飞机受伤 结果引发了公愤 多位南加州华裔民选的官员13号团结起来 一起谴责这项暴行 并且呼吁行人交通部长赵小然严格的调查整起事件 要给全美民众一个交代 止不住愤怒 多位华裔政治人物特别展出来骑身谴责联合航空的暴力行为 记上见写画面仍然历历在目 然而对于联航事后的解释以及态度更令人不满 连航人必须重复 这就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一个抱歉 我愿意成为一个组织 愿意禁止我的组织 我还会写一条文章 由于事关大众人身安全 为此华人官员更集体上书 希望同是亚裔的交通部长赵小兰 能够全力调查 就是希望未来不要再出现下一位受害者 冬天新闻彭迪 罗瑞琳在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